俄乌战争打了一年,习主席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第一次去俄罗斯做国事访问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7月17日记者会上说过 这次习主席之行是一个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 而中方会秉持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 为劝和速谈发挥建设性作用 他还说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 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会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历史政策一边 这些就会令人想起习主席此行是否能够解决这个俄乌战争 大家都抱着很大的希望 而新华社其实在17日已经发布了一个文章 题目叫做中俄关系定向领航 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的长文 文章里面提到这个俄乌问题就说中国会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积极劝和速谈 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合力 为这个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另外普京在上个月22日在莫斯福也都见过 我们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在中国的主任王毅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了解了中方立场究竟是怎样的 和一些细节 而中俄之间的元首外交继续展开 就是说其实俄方就认可了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里面发挥的滑船作用 其实中国也都在除了俄罗斯方面也都在乌克兰方面做好工作的 外长秦刚前几天就跟这个乌克兰的外交部长 外长富列巴通电话秦刚对于危机的延堂升级 并且可能会失控感到忧虑 秦刚的重点闪述了习主席提出的四个应该 强调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贯秉持的客观公正立场 致力于这个劝和速谈 也呼吁国际社会为这个和谈制造条件 而中方将会继续为这个停火止战发挥建设性作用 而富列巴也认为中方发布的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 体现了推动停火止战的诚意 希望和中方保持沟通 那么习主席访问于这个俄罗斯之后 就可能就会和这个 这个乌克兰总统扎尼斯基这个事长通 看看到时如何 就这个和谈 这个血磨速谈来说 中方的能力就其实呢 就刚刚给这个大家见识过了 就是这个沙特和伊朗在北京的和谈 就取得成功了 但而两个决定恢复外交关系 那么有分析就指出了 相对于这个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其实和胡克兰之间的关系 似乎呢 后者就更加容易经得起一些的 因为伊朗和这个沙特都是伊斯兰国家 但是他们属于不同的民族 也都不同的宗教派宗教 教派不是宗教教派 当中的分歧也都不止是这件事 而俄罗斯人和这个沙特人都是斯拉夫人 那么两国都有很多人 信奉同一个教的东正教 那么俄罗斯的发源 也都发源在基库 你说他们是兄弟都可以的 理论上呢 俄乌的和解应该就比这个沙特和伊朗 更加容易 当然了 这个也都其实要美西方 不再从中作梗的前提之下 而大家看看俄乌战争爆发一周年 北京就曾经就发布过一个 叫做题为关于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的文件 呼吁停止战争 启动和平谈判 你现在看看这个纽约时报说什么 他就说 这个中国发布的沙特兰战争立场文件 西方反应很冷淡 那文章最后还说文件 操持笼统 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美西方的政客 包括媒体其实就不是太过 主张这个和平谈判 对于中俄领导人会面一些西方媒体 大事抹黑的意料中事 西方媒体的说法就是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援 和军民两用物资 并且会帮助俄罗斯规备制裁 其实中国和俄罗斯的正常贸易活动 不可能因为这个西方一些媒体 胡说八道几句就会结束的 现实是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之间 其实都在做生意 譬如石油 尤其是石油生意 中间都没有中断 那什么中国不可以和俄罗斯做生意呢 说到中国 军援俄罗斯就更加是作故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你看一下这个 其实在2022年 关于这个武器出口 美国当然是大哥了 全世界就占了武器出口 占了37% 世界第一的 而加上美国的盟友 其实占了全世界70% 而排第二就是俄罗斯 他武器出口占全世界两成 而俄罗斯的武器 前三大客户是什么呢 第一个印度21% 第二个就是中国18% 第三个阿尔及利亚15% 那中国都是俄罗斯的武器大卖家 为什么俄罗斯需要中国支援他们的武器呢 是不合理的 有消息传出的 就是习主席访问俄罗斯之后 就会和习联斯基进行一个首次的视像会谈 外界普遍猜测 习主席可能会透过机会挖船 这个俄罗斯战争 而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是不是还会谈什么 怎么谈呢 就拭目以待 或者就在这个俄乌战争方面传来一些喜讯 有些惊喜都未定的 好了 接着我们就讲一下什么 最后一个题目 又都是讲一下美国 最近洪都拉斯 新的总统 就叫做卡斯托 卡斯托罗要叫卡斯托 他在3月15号 就指示他的外交部长 就说要寻求和这个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就以为与台湾断交 台湾民进党当然是晴天霹靂 路透社在16号报道 就说美国国务院 那天也都说了 拜登非常之紧张 立刻派了叫做美洲事务特别顾问多德 多德 多德 多德就是 因为他为什么会派他去呢 因为他第一个是普京的物友 老友 而且他很厉害说西班牙话 刚才那个就是卡斯托 而这个就是多德 派他去巴拿马和洪都拉斯救亡 那民主党就希望美国向洪都拉斯施压 稳住所谓的邦交国的数量 如果洪都拉斯和这个台湾断交 那这样台湾就只剩下13个所谓的邦交国 但是台湾似乎就好像看得自己太大 这个拜登那么紧张 不是因为台湾和这个 这个西里洪都拉斯施压 当然是因为 拜登就觉得 现在火烧后拉 就是刚才 上风提过 就是说 你巴西也是这样 现在搞洪都拉斯中美洲 迟些还可能有巴拉圭 都是这样的话 他趕快派这个多德 跑去这个洪都拉斯中美洲去挖船 希望可以找着他们 而这个路透社也都说了 他就说 这个洪都拉斯外长叫做雷纳 就说转向中国的部分原因 就是说洪都拉斯 就将在这个应对金融挑战和债务方面 就会更加好了 所谓如虎添翼 而英国的金融时报 如果分析说 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去阻止洪都拉斯 靠近中国 而美国负责 这个 西半球事务助理 其实在2021年 在这个洪都拉斯大选之前 就和这个卡斯楚 见过面 就是为了阻止这个洪都拉斯 就倒向中国 而民进党的立委 国国民 也都说 美国作为世界强国 自己的后花圆 就出现问题 有些变化 相信美国也不希望见得到 也相信美国会积极协助台湾 但美联社的报导 就说 其实台湾关系 这个台海关系紧张的时候 多德曾经 也带了很多 和美国那些高官去转访台湾 其实也有份 而台湾负责外务的吴超雪 就说 巴拉贵 巴拉贵 就将会在四月大选 那台湾 有不少评论员都猜测 在洪都拉斯之后 下一个 脱开台湾的 就将是巴拉贵 巴拉贵 那台湾的政客都知道 美国政客当然会知道 所以也都 越搞越多 越搞越多 后花圆 越变成是中国的 有关系的领地 当然是不高兴 快跑去那边救援 英国的太吴时报 就发表文章 就说 在这个冷战初期 中美洲部分 右翼政府主导的国家 在美国的支持之下 跟台湾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并且 就试图 和中国大陆保持距离 但是不断地 崛起的中国 正在这儿通过援助 贸易 和投资影响 和改变拉美国家 而鸿都拉斯传递出来 和中国建交的声音 本身反映一样 就是他们摆明 对美国政府 在拉丁美洲 失去了控制力 对鸿都拉斯 这样的国家来说 不承认北京 意味着错过机会 其实鸿都拉斯很小 只有1000万人 11万平方公里的地方 而GDP 去年来说 只有280亿美金 很小 而美国在各方面 都失去了影响力 在经济外交正义方面 也是这样 而台湾的 私心媒体人 彭慧先 就说 这个不止是台湾外交武力的问题 更是美国的失败 就连中国 就连美国自己都知道 就不住了 因为鸿都拉斯知道 跟着美国 没有什么好处 而且能够带给各个国家 更多的实质利益 长远利益 始终都是中国 而美国2022年举行美洲峰会 他已经提过 很多受邀国家都没有来 其中包括红岛拉斯 台湾的中国时报 分析说 美国原本在拉美 可以说是隻手遮天 但近年 越年遭遇到中国的挑战 种种迹象都说明 美方在拉丁美洲的控制力 大不如前 而台湾淡江大学的教授 赵春山就说 在2016年 民进党上台之后 蔡英文上台之后 先后不见了8个邦交 令到现在台湾只有14个 鸿都拉斯 只有13个 而这些邦交 所谓的邦交国 就是在南美洲 现在大陆两会之后 国家已经确定了 反台独和接受九二共识 才是两岸通话的政治基础 台湾政客如果刻意 看不到 两岸在国际舞台上 必然处于宁和游戏的状态 民进党 所谓的 使得台湾静低 为美国马首是尖的外交选择 只能够逼着 听美国之敌 就没办法了 关于洪都拉斯要断交的原因 国民党的立委蔡政元的分析 他就说 其实台湾又没有从洪都拉斯进口货品 譬如咖啡、蝦等 又没有实质帮助洪都拉斯提高国民生产所得 大陆一个省 就能够进口大量洪都拉斯咖啡 同时大陆又可以跟中南美国家 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大把好处 自然 这些国家自然要走到中国这边 而台湾靠金钱外交 勉强维持基本的邦交国的数字 但是蔡英文上台后就不行了 只用一个淡字来形容 而事实上 从洪都拉斯这些中美洲 从自己国家的利益 从国家的经济发展 需要考虑和中国建交 美国就很难施压去改变的决定 这是大势所趋 而台湾想靠美国向相关国家施压 来稳住自己的邦交国 根本是不现实的想法 因为他没有从这个利益 他都当 事实上他都以为自己真的 大到美国会看他台戏 当然不会了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的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费订阅石楼台更加方便 我们都优化了视频播放器 网续比较慢的时候都可以看得流畅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或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致电3181-3890 或者是用画面上的这个地址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的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的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